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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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可以從品牌形象 了解一個成功的企業之外 我們還可以由它的產品 進一步體會品牌的企業理念和精神 是我身邊有英記的造餅師傅 師傅 你好 你好 我想請教你在造餅的時候 最著重的事是甚麼 造餅最著重的事就是打粉的過程 控制水量很重要 如果水分太多的話 做出來的餅就會很實 不夠鬆化 水分太少的話 做出來的餅又不夠實 所以控制水量也很重要 還有做完出來之後 餅可以在烤爐那裡 控制的分度也很重要 師傅 你們是怎樣研發新的產品 我們會不斷創新 會適合現代人的健康理念著想 同時經過產品的素質 讓廣大消費者滿意 師傅 怎樣保持產品的質素 我們有招的技能之外 更多些為顧客的方便去想 還有用心去做每一個行人頂 師傅 你們在手工制和機械化生產 兩者之間是怎樣隨便的 手工有手工的做法 還有手工做出來的會鬆化些 而機器做出來的會質量平均些 同時也可以大量生產 原來小小杏仁餅 也有點不簡單 今天很感謝師傅為我們講解 杏仁餅背後的秘密 多謝師傅